第五十七集 银子扎和猪猪都是第一次见这些人 自然觉得很新鲜 必须说能有灵根的人本身样貌 不会差到哪里去 尤其这些能够受到师长重视的 都是铸鸡妻弟子 经过铸鸡的一斤洗水 即使本身相貌普通 也会平天几分 灵秀俊义之气 这些精英弟子年纪又都在七十岁以下 大多从小就入门修炼 容貌看上去青衣色的 十来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模样 就算看起来最沧桑的 也不过三十出头的样子 一个赛一个俊美不凡 上师派的精英弟子都是男子 统帐派与破禅派各有一名女弟子 虽然不及时应律的也艳风华 却也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基优古时应律银子章 与他们一比仍然十分出色 不过猪猪站在他们面前 那巨大的落差真的没法说 分明一只鞍蠢 撞进了孔雀群 天才不止圣治派有 统帐派上师派和破禅派 能够与圣治派并列西南四派 自然也有自己的精英弟子 几乎每个门派都能拉出一两个 二三十岁就成功铸鸡的天才 单龄根资质的也并非只有底缠上和银子章 另外三派偶然也有那么一个半个 不过这次都没有钱来 不少年轻弟子上来见礼时 眼光或明或暗都往时应律身上转 有几个甚至明目张胆的向着石应律抛媚呀 石应律见多了这样的人 早就麻木不仁了 机幽谷一派从容淡定 心里想什么没人知道 地缠上黑黑冷笑 也不说话 银子章更是有始至终 都是同一样的表情 没表情 统帐派与破禅派两个女弟子 也对他特意关注了几眼 一个带了几分傲慢挑剔 一个却是同样的冷若冰霜 仿佛要跟银子章比谁更动人 简单应酬过后 有破禅派宣布大会的规则与奖品 他们取出天经如意 另外几家也不好施理 各自拿出与之相当的奖品 其中统帐派给出的是一块 七街妖兽 离火圆阳恶的妖精 听名字就知道 这是一只十足时的火系妖兽 级别又这么高 妖精所蕴含的妖火 一定十分猛烈 所有人看到这块金红色的妖精 都不约而同 向圣治派这边看来 最需要这块妖精的 恐怕就是与七品炼丹师 只有一步之遥的政权 精力与增发骨积幽骨三人 不约而同 暗暗皱眉 天经如意 与离火圆阳恶妖精 这两件奖品 犹如一块香甜的诱饵 分明都是冲着圣治派来的 这其中恐怕有什么阴谋也不定 可他们就算明知道这是陷阱 也很难不主动跳下去 上师派拿出来的是一盒千年刚新树的种子 十颗 炼制法宝时只要加入小半颗 法宝的质地便可媲美玄体 而且能为法宝的主人镇定心神 不为幻象玄法索迷 圣治派送出的礼品 是一块足有孩童拳头大小的秘银 秘银具有破法破禁之能 只要在法宝飞剑一类的兵刃中 炼入一星半点 法宝便会变得丰锐无比 威力增加十倍不止 可以割破一切法剑 等闲护身法宝根本无力阻挡 获得个人第一的弟子 可以从四剑宝物中挑选一剑 而剩下三剑则归整体胜出的门派所有 四剑重宝在前 不但在场弟子人人心跳加速 连八个结丹长老也暗吞口水 破禅派两个长老暗中交换一个得意的眼神 起身宣布断仙谷之会正式开始 为怕谷中妖兽跑到谷外伤疾无辜 整个畅仙谷多年来一直处于法阵封禁之中 必须依靠特定的传送阵将弟子送进去 四大门派一共一百二十名弟子 每人取得一张出阵福册 然后便齐齐走进巨大的传送阵内 每派根据抽签各占东南西北其中一个方位 只待传送阵启动 就会将他们分别送到谷中四个方向 圣志派抽中北方入谷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应该就是断仙谷的北脚 四派长老各自施法 一片耀目的清光闪过 传送阵中所有弟子尽数消失 只余下一片空洞洞刻画了凡澳阵途的岩石小广场 猪猪等人站在阵中 只觉得身体一清失重的感觉袭来 身周仿佛被狂风包裹 再睁开眼 已经身处于一片冰雪荒原之中 他一手抱了小猪 一手紧紧的揪住银子章的袖子 见左右都是圣志派同门 顿时心下大定 断仙谷内 传送阵旁破禅派的临时营地中 两个领队长老杨顾和裴本 遣退左右正低声密谈 杨顾皱眉道 你看那小村姑 真的是正权的弟子 裴本冷笑两声 不管事与不是 都是有去无回的 掌门此计着实大妙 道师圣志派全军覆没 有钱人那个老鬼的脸色 一定好看的景 天才又如何 能够活下来走到最后的 才有资格成天才 否则就是什么兵器丹铃根 也不过是个死鬼罢了 杨顾哈哈大笑 正是啊 我原本觉得 圣志派这些年的怨气 未免好得离谱 再这样发展下去 不出百年 他们就要成为西南四派之首了 到时还有我们站的地方吗 不过如果他们统统死在断心谷里 圣志派恐怕不会善把甘休的 裴本黑黑的惊笑道 死的又不止他们一派的人 谷里有一匹妖兽 突然紧急到五街 我们也所料不及啊 而且他们都有出阵俘虏在手 偏偏贪功冒进 以至于全军覆没 难道能怪在我们头上吗 他们今日派发的福册上 做了手脚 圣志派英镑峰底禅上等五个弟子 得到的福册所用的福祉 十分特别 是有破禅派精通福册之术的 原英祖师特制的 十日之内 结单期以下的修士都无法撕裂 十日后才会恢复正常 那时法镇会自动把断先谷中 所有弟子不论死活 统统的传出镇外 圣志派就算再如何检查 也查不出端倪 死无对证 只能哑巴吃黄莲 一次折损了门内最顶尖的五个弟子 圣志派就算有政权在 也不足为患了 杨固与裴本相视大笑 仿佛已经看到 远在圣志山的福玉和尤谦刃等 青绿的脸色 为了把圣志派的顶尖精英弟子 统统引出来 他们可是下了血本的 此次断先谷之会 绝对不容有失 杨固笑了一阵 慢慢沉下脸色 你看同章派是否看出了什么端倪啊 那块离火圆阳恶妖精是巧合 还是 陪本亨道 看出了又如何 他们这分明啊 是有心配合 恐怕 他们比我们更强对付圣志派 也只有上师派 那些废物 一心以为 八级朱圣志派 就万事大吉了 之前坐下那一票 我始终有些不放心啊 杨固碰巧就是 截杀统帐派 从天公方运送单要队伍中的 其中一个领头 陪本扯了扯嘴角道 那一票 做得赶紧利落 如果统帐派的人看出端倪 不会忍到现在 你也别做贼心蛆了 心弱了自家气势 反而容易啊 让他们看出不妥 杨固碑一句 做贼心虚 说得老脸发红 心中暗骂 还不是你们 指使老夫做贼 断仙谷内 四角分别呈现出 类似四季的极端天气环境 圣志派众人所在的北角 自然成了千里冰峰 万里雪飘的寒冬之地 抵缠上等筑机器修饰 早已经不为寒暑 这小小的冰雪寒风 对他们没多大影响 可是荆棘人之类的 练气器修饰 就比较痛苦了 不得不一边走 一边运功抵御寒气 抵缠上瞄了一眼 越冷越精神的银子张 哼道 多亏老子 抽了这一手好亲 东方木 南方火 西方金 北方水 这断仙谷北角 正好输水 便宜你这个冰雪丹铃根的了 吉幽谷倾笑一声 大师兄 你也是水系丹铃根 莫非就吃亏了不成 哪是老子手气好 石应律对他们吵嘴 早就见惯不怪了 他有些担心的走到猪猪身边 你冷不冷 我把火残衣 借你穿上好不好 猪猪摇了摇头 还好啊 我不觉得冷 底缠上斜了他一眼 发现他脸色如常 也没有像其他恋气气弟子刚进鼓时发抖哆嗦的痕迹 不由得奇怪道 你又没有法力 为何不觉得冷呢 银子张反手握了一下猪猪的手掌 温暖柔软 与平常无异 再看他傻乎乎的表情 眼角微微挑了挑 故意岔开话题道 时间有限 还是先看看如何猎杂妖兽吧 底缠上本来就粗织大业 当下就丢开怀疑 与基幽谷商量起来 这儿天气太冷 相对而言出没的妖兽也少一些 倒是个麻烦的问题 基幽谷心中早有成算 当下从所有圣治派弟子中 选出二十个法力较弱的 组成一个两仪杀生镇 挑了一处地势较为平缓 而且四通八达的空地 让他们现场布阵 镇中放入炼制过的一大坛子兽血 拍开风口后 顿时兴气冲天 这种血腥气味 对断仙谷中的凶残妖兽 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不过片刻就引来附近 好几只二阶妖兽 二十个弟子通过法阵盒里 不到两个呼吸 就把这几只二阶妖兽 灭杀在阵中 如此操练数次 二十个人配合的越发纯熟 就是三阶妖兽闯进来 也不过片刻就制服了 机幽谷看着十分满意 交代道 你们分成两批轮流休息 十人组阵 碰上三阶妖兽 也可以直接灭杀 万一碰上四阶妖兽 最好二十个人同上 如果碰到两只 或更多四阶妖兽出现 切切不可恋战 马上撤离 所有的妖精或者妖兽尸体 回到门派后 你们可以自行的平均分配 众弟子满面喜色 齐声答应 他们基本上都是练气期 修为大多在八层九层之间 原本不可能取得 大会的个人冠军 不过是来掌掌见识 增加实战经验罢了 一个人四处乱闯 极容易出意外 这样团体作战 既安全收获也丰富 战利品平摊也算公道 多半能发一笔小财 自然各个高兴 他们亲眼看到 依靠众人合力 平日让他们头皮发麻的 二阶妖兽也能瞬间灭杀 而基优谷更言之凿凿 对付实力相当于 助击后期修士的 四阶妖兽都不成问题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平日他们远远看见 三阶四阶妖兽 就只有掉头飞快逃跑的份 要是这回能多杀上几只 那就爽了 安顿好这二十个人 剩下十个除了猪猪以外 就是助击期修士 基优谷贪贪手道 大家是要组队 或者单人异动都行 注意安全 谷内传音符无法使用 一旦分开 就要靠自己了 我与英律一组 我也要跟小三一组 地缠上瞪眼道 大师兄 你与小四和小师妹一组吧 小师妹没有法力 单靠小四一个人 恐怕会有些麻烦 基优谷聚聚在情在理 他是绝不会允许 多一个人插在他根 适应率之间的 银子张却不肯配合 扬了扬眉道 不必了 说完拖着猪猪脚下一点 先行离去 不理会他们狗咬狗 猪猪身上的秘密太多 让其他人发现大大不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